启动计划 好的 现在就启动计划 我给你的惊喜马上就到 三年了 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今天就要看你是怎么破产的 怎么被那些股东扫地出门的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 什么 什么 我的公司股份暴跌 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卑鄙 卑鄙啊 商场如战场 胜者 才是王道 公司的股份被你们拉得这么低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的好处 我们的好处就是当然把你踢出局了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如果公司没有了我 你们觉得会有今天吗 这就不劳烦你这个前任董事长操心吧 以后公司我们会重新醒来 以后公司就是我们的了 我一再忍让本来还想再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彻底失去这个机会了 李秘书 让人事部拟一份王旗 林东的辞退信送到这儿 好的董事长 还有 通知晓峰 带公司安保部门来这儿集合 好 董事长 喂小方 喂小方 董事长命令 马上去人事部拿上辞退信 带上公司的安保人员 前来金贵集团进行支援 快 董事长对新命令 所有安保人员立刻前往金贵集团支援 对 林初夏 到现在的口气还这么大吗 还想开除我们 你是受刺激脑子烧坏了吧你 还有你 愚蠢至极不知所谓 妈的敢打老子 看我今天不揍死你 还敢这么嚣张 今天大祸临头的是你们 我 你们以为拼命收购公司 然后你想放出 就会中下公司吗 这事你怎么知道 这一切 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今天 你们完了 李秘书 怎么样了 董事长你先安排下去了 人马上就到 我的人 带着我给你们的惊喜 过来 给我们的惊喜 我看 你应该好好清醒清醒 好 好 对不起董事长我来晚了 这是王岐和林东的辞职信 呦 带着人不少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董事长 马上就要下台了 你们实相的话 就好好把这款给我 如果说我心情好的情况下 我会放过你 到现在还搞成状况 好大的胆子 造反了你了 你他妈的一个小小的秘书 你敢打我 你他妈的活腻歪了吧 我看你才是活腻歪了 我看你才是活腻歪了 这是董事会给你们的辞退信 增大你们的狗眼看的信息 不 辞退信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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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失败的 你们俩的犯罪证据 公司已经交给律师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被开除了 完了完了 这下真完了 怎么可能 董事会可是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把星月房地产项目的分红给他们 你觉得 他们还会护着你吗 没想到这群老狐狸 我这么见钱眼看 你能收买他吗 同样我也可以收买他 是你说的 双场无战场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罢 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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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谅我出下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了 现在道歉 你迟了 怎么办 站错队了 真是该死了 出下 你原谅我吧 出下 我错了 我不该跪下看人家 我错了 我错了 要不 要不我跟你跪下 跪就不用跪了 我可受不起 你就看过我心里的行为了 你就放过我吧 我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呀 脚下的泡 是自己磨的 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我不想再过穷日子了出下 人 人 是分三六九等的 但人格 是不分贵贱的 你说的不对 你说的都对 有钱的时候 你们就挂着虚伪的面孔好脸相待 没钱 就如此势力相待 你们一个个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做人可不能忘了本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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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求求饶吧 这些他那么气度 他肯定会放过我们的 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王琪 王琪 给他求饶啊 我是不会给他低头的 不会给他求饶的 王琪 事到如今 你竟然还这样执迷不悟 不知悔改 真是无可救药 你别逼我 大不了于死往破 王琪 你不要冲我 你要是今天下午冲冲的话 那我们全都完了 一切都没有了 哎呀 今天这一切都是他逼我呢 他不让我好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我这几年任劳任怨 凭我的本事得到现在的位置 我有错吗 就是因为你的野心才导致了你今天的众探亲密 我看现在谁才会帮你 王琪 你怎么还不明白 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想要的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动歪心思了 我摸着给你的良心想一想 这几年我有亏待过你了 歪心思 我忘了告诉你 新月房地产的项目 我已经做了手脚了 好啊王琪 没想到你的手伸的这么长 新的项目你居然都敢动手脚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告诉你 地豪集团已经让我低价的形式卖给了黑市 我得不到地豪集团 就毁了他也毁了你 董事长对你不保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你就醒醒吧 你已经走上绝路了 你敢推我 王琪你够了 你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那些野心吗 我早就留了一手 我只是不肯相信你真的可以做出这种事 我还想给你个机会吧 什么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现在没有人能帮你了 你好不为之吧 带走 初夏 初夏你放过我初夏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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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我只是一 我只是一时被金钱势力蒙蔽了双眼 徐志刚 本来我是打算原谅你的 但是 你就是个墙头草 随风倒 这次倒错了吧 初夏 我之前是很过分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了 别让和我提什么老同学了 你可是我高攀不起的同学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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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我之前是眼镯 没认出你来 咱们的合作 你一定要答应啊 到现在还想谈合作 我本意不是这样的 您就原谅我吧 您不能不和我合作呀 您又不和我合作 我公司支撑不下去了 要破产了 这一巴掌是我还你的 打得好 打得好 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东西 就不配用用现在的一切 你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 董事长 您的好朋友雪儿和红宇 又来找您借钱了 他们跟我说了 最近数头了解 你直接让会计汇款吧 可是董事长 您好心好意的借给他钱 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 真的吗 我亲耳听到的 那这样吧 你去安排一下 公司呢集体放三天假 对外 就说我工资破产了 我倒要看看 我有几个振兴朋友 好的董事长 哎 初夏来了 快坐快坐 哎 你怎么穿着这一身啊 红宇 不用了 我的工资快倒闭了 你能不能借三十万我主转一下 什么 快倒闭了 那你快倒闭了 怎么有脸来这儿借钱 我说初夏呀 这快倒闭了也太快了吧 这就找到新工作了 当外卖员 不是当外卖员去了吗 那就好好送你的外卖去啊 这钱呀 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 你说是吧 初夏呀 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 哪个混的不是有头有脸的 你还好意思到我这儿来借钱 赶紧给我滚出去 红宇 我是真没想到呀 你是这么万恩负义的人 你看我没钱就这么对我 好 那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谁都不认识谁 对了 你上次借我的五十万 还没还我呀 你生活如果 Museum zo